大家可要仔细来看看这个人 要是他搭了这个小黄 或是搭了高铁的话 就可以来纠举他 这是法务部行政执行署 昨天所公告第五波的 奖励检举奢华对象的名单 这位有雷射达人之称的 知名北市博士眼科诊所院长 丁明峰是名列其中 丁明峰最高纪录 欠税达78笔 欠税多达4300多万元 考量他的医师身份 已经对他发出了禁施令了 民众只要发现 他搭乘高铁计程车 而且收政举报的话 最高就可以获得 10万块钱的检举奖金